身药竟然参毒 彰化检调查或一名自称 九九老师的理性美容师 自创了两款号称天然草本瘦身药 结果竟然验出含有四级毒品的成分 甚至成立直销团队贩售 还需为标记 谎称商品产地 强害不知情的消费者 短短一年时间 牟利就超过两千万 警方认为理性女子跟占性合伙人恶性重大 依药事法还有毒品罪起诉 请求法院从重量刑 含有减脂瘦身的效果 理性美容师讲的头头是道 神奇瘦身药 没有榜草本天然 但经检进调查 发现真正抑制食欲的成分 其实是管制毒品 先从大陆地区的不祥厂商 输入含有禁药西部屈民的原料 在尾油不知情的食品公司 混入其他原料 代工打定制作瘦身药 并需为标记为美国加州制造 理性美容师和占性合伙人 在2017到2019年间贩售 含有禁药西部屈民的瘦身订 还成立直销团队禁售 透过上下线代理网络社群 等方式贩售 占性合伙人早在2009年 就开始包装贩售 含西部屈民的瘦身药 还曾经被判三个月徒刑 理性美容师还大胆进货贩售 占性女子2020年1月和3月 制作34万3000颗瘦身订 以每核80颗1500元价格 卖给理性美容师 理性美容师又以每核3000元 以上的价格出售两人一年的不法 所得分别高达2167万和643万元 西部屈民会出现心理不诊等副作用 早就被卫福部列为禁药 药物也会抑制食欲神经 导致兴奋容易成瘾 2021年9月被公告为四级毒品管制 大脑神经的传导的抑制剂 有点像安维他命类的这样子的一个药物的作用 两人曾都判刑去还是继续贩卖毒品减肥药 危害民众健康实在可恶 在文章话采访报导 aster啊 优责 して 御金